学生票优惠时间是哪些时候 学生票的乘车优惠时间分两个时段 分别是暑假6月1日到9月30日 以及寒假12月1日到3月31日 学生票是仅对持有学生证的学生才有打折优惠 一年仅限4次 包括暑假的来回2次和寒假的来回2次 购买学生票的时候要看清要求以免失效 学生票只能在规定时间内才可以购买 如暑假6月1日开始优惠 如果买5月31日的票就不能行使优惠权 此外必须买普通硬做才有半价的政策 其余是不打折的 购买动车高铁票二等座可以优惠75% 头等座不享受优惠 购买学生票的时候需要出具学生证 或者提供学生证号码 如果在网上购买了车票 一般在火车站资助取票是不行的 打折的学生票需要到人工取票口 等待人工审核学生证上的号码后 才可以在取票口处取票